普通人之所以赚不到钱 就是因为没有按照赚钱的方式去做 我听几位最少年住千万的大哥讲创业时 发现他们都在说五件事 这五件事可能会颠覆你平时做事的习惯 但成功者都是这么过来的 不敢与赚钱无关的朋友耗时间 人的精力有限 做了这件事 另外一件就做不成了 跟朋友玩得开心 但赚钱的事就耽搁的 第二不跟普通人谈底下 也不要咨询他们如何赚钱 这里面包括你的亲朋好友 如果他们不是富豪 他们的意见就不要参考 因为如果他们知道怎么发达 那早就发达了 第三不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最近不少朋友私聊问我 我想做某某事你看行吗 我说如果这件事很新颖 没人做过你就不要做 因为普通人财力有限经不起失败 而今天的创新都很烧钱 普通人不要尝试 第四要坚信赚钱 赚钱是一门学问 也是需要学习的 如果你每天打游戏 你就成了游戏高手 如果你每天登山 你就成了登山达人 如果你每天都在研究怎么赚钱 你一定比现在有钱 例如不去纠结太难赚钱的行业 卖商品赚差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只需要与会卖 能卖的团队配合就能赚到钱了